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来了 来了 谁啊 妈 是我 老公 老公 你怎么成这副样子了 我这在外面拱你一大 我这腿被砸伤了 我想回老家好好养养伤 这公尼不要我了 公尼不要你就回来了 你这外面赚了多少钱呀 是 在外面没挣钱 在外面吃吃喝喝 房租都可贵了 你这出去十年 什么都没落得就回来了 妈 你让我进去歇会吧 我这长途噩梦太累了 你一个瘸子你还想歇呢 我跟你说 这佩琪在家也是整整待了十年 她这十年的青春都浪费了 都是因为你啊 现在 你是个瘸子 那不是让全村人笑话我女儿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她 可是我每个月 不是还给她打两千块钱吗 我挣的也不多 我都给她打那么多了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能干嘛呀 行了吧 罗德纲 就你这样 赶快走吧 我女儿呀 你也别来 妈 妈 妈 哎 佩琪 老公 你 你 你这怎么在这儿呢 哎呀 佩琪 哎呀 佩琪 哎呀 佩琪 这 这 你这怎么在这儿呢 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我还以为 这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不回屋里 这么冷 刚才去家里了 可是妈 不让我在里面 把我给赶出来了 不 为什么呀 说我这十年里 什么都没带来 钱也没带来 所以这个残废了 这 妈也太过分了 德纲走 我们先回家 回家再说 好 走 我去家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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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佩琪 妈 没事 你怎么把她带回来 去吧 坐这 妈 妈 别喊我妈 我不是你妈 妈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德纲呢 她是我丈夫啊 而且她是你女婿 我女婿 佩琪 这你俩刚结婚她就出去 一出去就是十年 不有这女婿吗 这 村里人怎么笑话你的 怎么看她娘俩的 你都忘了吗 行了 妈 再说了 她这出去十年 她要是干出点成就回来 那妈脸上也有光 现在呢 不仅没有钱 连腿都团结了 妈 还好意思回来 别说了 别说了 佩琪 这德纲出去打工 这也是为了赚钱养家呀 这 他也不想受伤呢 这不是意外吗 这谁想受伤呀 这 再说了 当初嫁给德纲 就是图他人好 这我也没奔着他钱去 只要他人平平安安的回来 这以后日子迟早会跑的 我这人好 女儿 那听妈一句劝 你俩是爱情 都没有木制的基础 能好多久呀 他这没钱 他能给你什么修复呀 妈 没钱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挣 你这你把他赶出去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怎么说也是你的女婿呀 你这让别人看到了说什么呀 再说了 这 德纲 我妈 我们两个刚结婚的时候他对你多好呀 妈你想想 那时候 你腰酸背痛的时候 他给你买按摩椅 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 他都给你买最好的 这 这邻里邻居那些老太太老头们 没有一个不羡慕你的 还有 你见过谁家 谁家女婿对丈母娘那么好呀 甚至德纲都想 把她一个月的工资都拿过来孝敬你们 孝敬我 他哪一个月工资哪有多少呀 妈 这 这钱多钱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意呀 他有这份心 说明他孝顺 他 他心地善良 这你去哪找这么样的女婿呀 这有钱有什么用呀 你去找那些富家子弟回来 天天 天天不着家的 这 天天也不孝敬您 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 他嫁到咱们家已经尽心尽力了 而且德纲对您多孝顺啊 你也看在眼底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出去打工 这 这肯定是在外面忙没回家 这又不是不想回 这现在德纲这腿受伤了 我们作为家人 应该照顾他 这家人才是唯一的靠山呢 他不回家的去哪儿啊 妈呀 你不能这么对他 哎 德纲 这刚刚呀 对你妈不好 妈呀 我妈呀 你不过来 他也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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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他 那我们来说 那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帮你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帮你 我来帮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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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哥 你看我一个学生 我也不会闯什么祸的 我就进去一小会儿找个人就行了 你就让我进去吧 你进什么进啊 你还穿着校服呢 我就当你一个学生 不给你一般见识 要么你就在这等着 等着你跟谁家家属他下班了啊 你再回去 要么你就回家去 哪个小屁孩啊 真是一点事不懂 这不是大哥 我这 你来找个人也不耽误你什么事 这再说了 我以前我天天放学都来呢 你不认识我吗 不是我说你身为一个学生啊 你这有点规矩 我这是个宝啊 而且我来个一个月了 从来没见过你 小小年你还学会撒谎啊 真是 快滚回家去吧 不是啊大哥 你这 你女初上人就过分了吧 我就来找个人 有你这样的吗 我女初上人 这个公司里面的人 都有分身份 有地位的 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小毛孩一几个 给我滚一边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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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个人啊 你 找什么人啊你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过分 有人干嘛呢 不是董事长 哥啊 你 你看他 哥 不是 董事长 这是你妹妹啊 是我妹妹啊 怎么了 你怎么对我妹妹动手动脚的呀 这是我今天让她来找我了呀 哥 你公子怎么招这样的人当保安呀 他不仅推我 还说话可过分了 我就来找你 这再说了 我一个学生我能干什么呀 今天是你让我找你的 以后再也不找你了 你看看你找了什么人啊 董事长 不是这个意思 他过来说找人 可是这公司上班时间就有规定啊 我不能随便让人过来啊 你说是不是 再说了 我就进去找个人也不耽误什么事 你语初上人就算了 你还推推攘攘的 有你这样的人吗 好了 妹你别生气 这事哥给你解决 你这个保安你怎么回事啊 这让你来公司当保安 不是让你在这败坏公司形象的 这 且不说她是我妹妹 她就不是我妹妹 你还一个学生来找人 怎么了 你怎么还推推攘攘的呢 像你这样没处置的人 你怎么来公司当保安的 这保安是咱们公司的门面 就你这样了 怎么给咱公司当门面的 这以后有了重要客户你怎么办 你也这样对吗 我知道错了 我这不是刚来一个月嘛 不是很懂这个 你刚来一个月就敢这样对来宾了 这以后让你长时间干 你还得了 就给你懂 你上死了 对不起姑娘 都怪我都怪我 我知道错了 真知道错了 我跟你说啊 像你这种人啊 你也别在我公司当保安了 我们公司啊 请不认你这样的人 懂事长我找个工作不容易 请不认你大人不许小人过 你这样的人啊 这素质都没有 看来我以后 做人啊 多得看人品 像你这样的呀 不配在我公司 走走走 我连你公司 去公司外面看 姑娘 同事长 可以后再也不能一毛 取人狗眼看人地了 真是活该啊